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棺子有多大呢 大家看上去好像二不大的 实际上也不小 为什么呢 因为白棋不能冲 冲了他就后手了 他不冲呢 白棋这个结实先手 这是走这部以后的权利 白棋只能打 黑棋再打 白棋提掉 那么这样呢 黑棋至少 这里多了一二三四目 黑棋这种黑棋多了四目 那么白棋呢 将来一打一截 算到这是三目棋 那么 他一打呢 黑棋这个四目就没有了 那白棋查了几目呢 他查了四目 一目两目三目四目 五目六目七目八目 我刚才说白棋这里有三目 现在这个三目不动 就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也就这部一挡 跟黑棋走这个 差了十二目 就是白棋 差八目 黑棋差四目 你看 这部棋也有十二目 大家应该再次体会到 金角银边 草豆皮在收棺子里面的 多看看这些棺子 我们就知道 脚上的棺子有多大 我们来看这个棺子 这棺子呢 黑棋一拐 那么 这样的棺子呢 在没有学过棺子的 我好多学生 都是初段啊 一级啊 两级啊 也有两段的 叫他们 估计估计 这部棋有多大 他们最多的开架是十目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 那么我们现在来算算 看这一拐有多大 那么一拐以后呢 这棺子比较复杂 为什么比较复杂呢 拐了以后 白棋假如戒 那么就算这样 那么这部棋呢 就是黑棋走了以后 白棋戒它是后手 那么是这样的情况 假如 白棋不走 黑棋提掉 它也是后手 那么这部棋的第二步的价值呢 就是双方后手了 要把这个双方后手的价值算出来 一人一半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双方后手的价值 要一人一半计算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 白棋挡黑棋提掉以后 这个班是绝对的先手 这人可以 再走这个 再打一个 接上 他接上 那么这部棋挡黑棋 那么这部棋挡黑棋 那么这部棋挡多少呢 就是一挡一接 这个双方一走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目 白棋一接呢 这里挡三目 也就是说 这里一个双方后手是十目 那么这里呢 一人五目的价值 这是因为白棋借也是后手 黑棋提也是后手 这个是先手 算他的 那么这里五目要注意 这一共是十目 一人一半 白棋假如走这个 那这个班是白棋先手 没话说 是吧 他等 这是白棋走的结果 那白棋走的结果呢 是一目 两目 三目 四目 五目 六目 七目 八目 九目 十目 十一目 白棋走 白棋这里有十一目 可是黑棋走呢 这十一目全没有了 那也就是 这部棋对白棋来说 差十一目 对黑棋来说呢 这样提掉 一目 两目 三目 四目 五目 六目 七目 八目 啊 我们来看啊 一目 两目 三目 四目 五目 六目 七目 八目 白棋来说呢 这里面 这里面 一共要差多少呢 也就是说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目 现在黑棋走 白棋这些木 全没有了 黑棋增加了多少呢 一二 三四 五六 七八 那我们刚才说了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里要扣掉多少呢 扣掉五目 七 那么也就这个棺子呢 要十三目 要十三目 好 这里 是吧 脚上这么一拐 跟这里一长 是吧 我们再摆一遍啊 走这个 走这个 这是很 因为这个 大家这个 不像书上 书上比较容易看 一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 十 十一目 是吧 就差这个十一目吧 那么黑棋呢 到这儿为止 一目也没有 它一拐 再把这个吃掉 再扳到这个 它退一个 再冲一个 再走这个 再接上 接上 一二 三四 五六七八 九十 等等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九十 十一目 十一目 这里呢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目 十九目 这里一共十九目 扣掉多少 扣掉五目 所以这是十四目的价值 这能搞清楚吗 我说这个罐子就比较复杂了 是吧 因为这个 像写书呢 这大叉打好比较清楚 现在手指的 所以我一再多说几遍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目 对 黑棋台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目 所以呢 十九目 扣掉这里 十目其一人一半 那么 这就是十四目 这罐子 这还不算难的 因为这呢 是第一手 罐子以后 一个人是先手 好算 还有人是后手 要算一人一半 再复杂的罐子呢 是一步骑走好以后 一个人是后手 那个人走也是后手 这里要算一半 那里也要算一半 那就更复杂了 更不容易算 那么作为我们 这个水平呢 知道个大概 也就可以了 也就知道 这一拐不小的 是吧 你能记住 十四目最好 记不住呢 你知道 这是一个不小的关子 至少 十三四目 或者 上下一目吧 我对学生的要求啊 比如业余初段主要的 你对一个关子 上下一目 你就不错了 不要 这个关子是十四目 你说吃八目 那这个 受关子就 太危险了 是吧 那一步骑可以差六目 那四五步骑 不知道差多少 因为 作为专业骑手呢 那这个是 一看就知道几目 算也不要算了 那么这里我顺便说一下 为什么最后的边界争夺 叫关子 因为做关都是大大小小 怎么样 一个等级 一个等级的 都是很分明的 那么说实在 就是关子呢 哪个关子多少目 哪个关子多少目 除了少数变化很大的 其他的怎么样 都可以顾忌出大的价值的 所以呢 就成为关的 做关一样的 每个等级都很分明 这个多少目 这个多少目 这等于极品关 极品关一样 所以古代就把它 称为关子 小飞挂经常出现的 一个图形 那么这部党呢 也是相当大的一部关子 它有多少目呢 黑级挡下去以后 白旗不走 黑旗再加一个 白旗也加 黑旗吃掉 那么这是第一步是后手 第二步还是后手 再走这个 白旗看赶不赶挡了 假如不赶挡 往后退 那么再走这个 打一个 接上 再冲一个 体调 再接上 那么我们来看 白旗数到这 算一目吧 这一目不一定有 我们就算一目吧 这个表情 黑旗有多少目呢 一目两目 三目四目五目六目七目八目九目 十目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目 黑旗数到这 是十八目 白旗数到这 是一目 这是黑旗走两手的后 结果 这是假如白旗下 白旗数黑旗当然不理了 不理黑旗这个力 再走这个 再搬一个 这是白旗走的结果 走了这时候后手 后面是先手 那当然是他的权利了 是吧 那么 刚才数到这是一目 这不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目 白旗走这步 多了十一目 黑旗呢 刚才十八目 现在是七目 少了十一目 所以这个关子 一进一寸呢 二十二目 那么能不能说 这个关子是 价值二十二 这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 这里第二手 是双方后手 因为你走这个 再要走一步 那么我们首先要计算出 这步旗的价值 那么你走这个 他假如走这个 那么以后呢 白旗走这个是先手 黑旗接上 白旗接上 黑旗接上 是吧 这是黑旗党 假如是先手 是这样 那么 我们这里 不要去算它了 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目 这里是白旗八目 那么刚才我们说 黑旗假如先 这个后手加一个呢 那么 这八目 剩一目 这是没错 那么这里黑旗插几目呢 就是刚才这样一般 一般一阶 剩四五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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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2磨扣掉6磨呢 那么这部棺子的价值是16磨 那么我这里要 假如要说的再详细一点呢 就是这个白旗啊 也有可能挡住的 那黑旗打击敢不敢挡 假如给它挡住 你不打击呢 那么这个棺子的价值呢 这里就是白旗 这里插两磨 也就是这个总的相差 不是22磨 相差的是20磨 但是呢这部班的 这部的双方获胜这一十磨了 那呢扣掉五磨 不是扣掉六磨 那就是说能挡住的 这个棺子的价值这一十五磨 不能挡住往后退的 这就是16磨 那么假如大家有个 基本的概念以后呢 以后碰到稍微 不是很复杂的棺子呢 就计算起来相对就 比较方便 那么假如大家一下 搞不清楚的话 这很可能的 我们能仿佛听听 仿佛看看 是吧 那就怎么计算 大概就这个意思 一部棺子走了以后 下面双方后手 一人一半 一方是先手 一方后手 这个棺子价值 这个棺子价值 贵他的 不要一人一半的 那么大棺子 常见的大棺子的计算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这儿了 我们就讲到这儿了